我們看這題 這題是說,這裡有一個電錶 就是電流劑 應該不是電錶,是電流劑 電流劑的話,它是測量電流的 它有三段 這一段的話,這裡插黑色的電線 接黑色的電線 這個是接紅色的電線 這裡接正極,這裡接負極 這裡的話,它滿額的話 這裡是代表什麼呢 這裡的話,滿額是5A 滿額是5A 也就是說,你把電線 這個黑色的接到這裡 然後紅色的接到這裡的時候 如果它跑到這裡來的話 代表電流是5A 你如果把它插到這裡來的話 那你如果把紅色的 就是那一根電線 插到這裡來的話 那滿額就是5A 這樣子 好,那麼它說 有一個毫安培計 如這個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好,A選一下 它說,若接在500毫安培 就是說,你把正極 那個插口插到這裡來 結果那個電流的話 結果指到這裡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300多 為什麼,因為你把它插到500毫安培 所以指到300多 它說 電流讀數應該340毫安培 這錯了 應該是300毫安 它說 A選項 它說接到500毫安培 如果接到500毫安培的話 那麼它的讀數 讀出來是300 就300多 到400,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340毫安培 這樣子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它說340毫安是錯的 上面看B選項 它說如果接在50毫安培 就接在這裡 這個時候讀數就是34毫安培 如果是接在50毫安培的話 那麼這個讀數就是34毫安培才對 所以這個0.34毫安培也不對 0.34毫安培是等於340毫安培 因為1毫安培 是等於10毫3毫安培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不對 這樣看C選項 它說如果接在5毫安培這裡的話 那麼這個讀數就是3.4毫安培 如果接在5毫安培的話 那麼這應該是3.4毫安培 那麼這應該是3.4毫安培 他說0.34毫安培 這個也不對 再來我們看看D這個選項 D這個選項 D這個選項的話 他說如果是接在500毫安培的話 那麼它電流讀數是0.34毫安培 這個對呀 因為0.34毫安培等於340毫安培 我覺得340毫安培 所以D選項這個是對的 所以D選項這個是對的 D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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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選項